有呢這個聖經故事啊 美國人好萊塢派的電影啊 也會引起紛爭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講述摩西亞 帶領的這一些猶太人呢 逃出埃及的這個出埃及記 現在呢又引起中東啊 就是阿拉伯世界這個國家 陸續不滿啊 包括埃及啊 摩洛哥啊 通通宣布不准播 為什麼 因為他的觀點 完全偏離史實 真的差這麼多嗎 沒有錯的 真的差 早在這一個電影在上映之前 簡單來講 就是在這個Lady Scott這個導演 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事實上埃及方就已經做出反應了 而且早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話 其實我覺得已經順便送到消息 因為其實埃及方也透過了 他的那個網際網路 對全市的友人 發出了各式各樣的呼籲 說希望說全市各國的朋友 如果說看到這則這個 這個出發集記上映的時候的話 記得要為埃及發聲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對這個事情非常的憤怒 憤怒到這個完完全全無法忍受的境界 那埃及的國家這個什麼那個審查委員會的話 其實也當下就進播了 這個出埃及記天地王子這個電影 理由到底是什麼講 理由很簡單 就是嚴重偏離史實 一句話就是這樣子的 不是就是摩西代理 這不是大家聖經都有驗嗎 那紅海分開嘛 就走過去啊 走過去這樣的 但是問題是 從頭到尾嚴重偏離史實 這個是埃及方講的 最偏的是什麼 他列舉了三大點出來 那三點呢 告訴各位 第一點偏離史實的地方是哪知道的嗎 是因為第一個 摩西真實的身份的問題 在電影裡面 這個 他們把它描述成說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親戚這樣子的 告訴各位 埃及方否認 所以這一位 這一位摩西的話 其實只是猶太人的奴隸投資而已 這第一點理由 第二點理由呢 埃及方抗議的原因是什麼 知道嗎 是因為 這一個 這個電影裡面 描述說金字塔是 這個埃及人奴役猶太人蓋的 你知道嗎 這個埃及人一聽有時候當場的話 快要翻桌了 不是啊 為什麼呢 他說可以 這個東西的話 不要想埃及人翻桌 連我都看不下去 你都看不下去 連我都看不下去 為什麼呢 蓋金字塔的時代 告訴各位 摩西再過一千年才要出生 差了一千多年 差一千年 這個張飛打月飛嘛 對不對 你把不同時代的東西 都在一起 所以蓋的人不一樣就對了 那些不是奴隸去蓋的嗎 是奴隸蓋的 但是呢 實際上的話 蓋金字塔的人的話 實際上是古埃及的自己的奴隸 跟猶太人是沒有關係的 怎麼差這麼多啊 這第二件事情 所以差太多了吧 對不對 那第三件事情是呢 這跟政治有一點關係 埃及方認為說呢 這一個摩西大領族人 這個離開埃及 分開鴻海 回到家鄉 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他們認為說 這是不是又是那個什麼 那個猶太人建國主義 又在發酵了 所以第三點 跟政治的這個意識有一點關係 但是最起碼 前兩點 告訴各位 埃及人有沒有說錯 沒有錯 不是我要噴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實在太誇張了 怎麼啦 連我都看不下去 你又看不下去啊 為什麼呢 你每次拍到這種古歷史片 你通通都看不下去 不是不是 我有看得下去的電影啊 像這個的話就是差太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出埃及記 這個電影不符史實之處 除了我剛剛列舉的 那個埃及文物局 講的三大觀點之外的話 那是埃及的觀點 埃及的觀點 這個是我的觀點 他說各位 123456 第一點服裝 告訴各位 那個電影裡面的話 你看男主角 穿一身的那個靈片甲出現 頭髮裡個小平頭這樣子 我告訴各位 那根本就是羅馬人的打扮 古羅馬帝國的戰士的打扮 卻出現在古埃及帝國裡面 這叫做張飛打月飛 你說衣服不對就對了 衣服不對 年代完全不對 造型也不對 因為古埃及人 事實上是沒有靈片甲的 我們知道古埃及人 打仗的時候是 上半身打赤膊 下半身也打赤膊 這樣子的 然後腳上穿穿腳腳要脫 就這樣子的 這樣怎麼打 勇猛 所以衣服不對 另外的話 刀劍當時是很少了 所以電影裡面 刀砍來砍去的話 不存在 告訴各位 當時打仗的話 拿棒子打而已 可是如果他 照你這樣說的拍的話 他撥不了 可以啊 這樣很具有雲屍感 從頭到尾都18歲以上看 他會少幾億的票 很具有復古的感覺 那當時的話 沒有刀劍拿棒子打的 打仗的話 你都射個劍 然後毛射一下 然後棒子K來K去的 所以打仗打很久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實際上不太對 另外的話 一般的士兵的話 穿的是裙子 所以我們在電影裡 看到那種穿著一身長袍 那種東西的話 是完完全全不對的 而且最令人噴鼻血的地方 怎麼知道嗎 在電影裡面 你看萬馬奔登的畫面 這個摩西也好啦 因為這邊也好 騎的馬 跑來跑去 我告訴各位 那叫科幻片 真的啊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馬 完全不能騎 那不然那時候馬是個馬 馬是要用它拉車的 不能夠是能騎 所以如果當時的埃及人 看到有人騎著馬 跑出來的話 我告訴各位 沒有一個人居住投降 為什麼呢 因為好像騎著恐龍誕生 這個道理是一樣 因為當時的馬 的馬背 是沒有辦法承載 人的重量的 古巴基的時代 所以其實一直到 1000年後的馬 才能騎 但是馬不能騎 只能拉戰車 所以沒有寄兵這玩意兒 當時 上次法老 下次所有的士兵 都是用走路的 所以沒有寄兵 照你這樣講 電影很難拍耶 電影很難拍啦 就是你要 每個都用走的走到了 那六個小時也演不完 你要主要符合史實嘛 對不對 你乾脆弄個馬的話 你乾脆弄個太空船出來也行啊 不是嗎 對不對 我知道連立時刻 這是拍疫情的啦 他沒有弄過疫情出來 算是很厲害了 那另外的話 這一個摩西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埃及人講過了嘛 摩西不是貴族 他是奴隸 是奴隸頭子 更重要的是怎麼知道嗎 所謂的埃及十個災禍 這玩意兒 我告訴各位 如果以古埃及史的立場來看的話 這十個災禍不是因為摩西來才有災禍的 真的啊 而是因為這個埃及年年的天災 每年歷行會發生的 像什麼蝗災啦 什麼蛙災啦 這個青蛙大量繁殖啦 這個蝗蝗大量繁殖 還有所謂的河水變紅 像這種東西的話 埃及是年年都有的 並不是因為神的旨意 按照埃及人觀點是這樣看的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個人認為 這個電影不叫做出埃及記嗎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以真正的史學觀點來看的話 電影不叫做出埃及記 是我還在埃及 為什麼呢 因為埃及從來 那個摩西 從來就沒有離開埃及過 他去哪裡 所謂的摩西離開埃及 回到家鄉 回到他敘利亞 以色列那一代的家鄉 那個地方 巴勒斯坦地區 當地的話 其實在埃及第十九王朝 也就是說在摩西的時代裡面 還是埃及的直屬國土範圍 所以他怎麼走 只是從埃及東走到埃及西就對了 他只是從台北市到新北市去而已 對不對 那個拉美西斯二世 他的老闆 只要拿去手機 拿個打電話 給埃及派駐巴勒斯坦總督就好了 對不對 幹嘛這麼麻煩 派兵去追他 連名字你都有意見 連片名我都有意見 所以我建議那個導演 那個片名應該改成 叫做我現在還在埃及 我要滿足你真的很困難 有點難 連好萊塢大導演都不行就對了 好